白化佛法 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一个法门的好和坏都是怎么样来运作 怎么样能够救助更多的众生 本身要靠着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拼命的在救众生 而且自己也在救 所以本身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那么台长告诉大家 当你们在救度众生的时候 你们就会感觉到自己脑子会越来越清醒 你们只要去跟人家说的时候 去救人家的时候 你们就会脑子越来越清醒 就像观世音菩萨的有净瓶水 直接给你们从头上浇灌下来一样 所以更要懂得要珍惜这么好的法门 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来理解和能够把它弘扬 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有时候修的境界越高 我们的烦恼就会越小 那么如果你境界越低 那么烦恼就会越大 所以一个很自然的 就是要靠着你自己的悟性来修 所以为什么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呢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懂得根本的东西 那么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 根本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学佛要懂得用心 那么任何事情做事情都要用心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人间呢 要用心来做 怕就怕 一定要用心 如果你用心做 什么事情都做得好 你如果不用心做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所以呢 境界为什么叫高 人呢 会反而呢 会那个消除妄念和执着呢 因为台长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啊 比方说我们在家里 有时候很烦恼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很难过啊 那么有时候想不通 看不穿 但是呢 一旦你离开家了 去参加大家的聚会了 那个时候呢 你就会把这些事情忘记了 那个忘记了之后呢 你会心里会很舒服 你就会看穿 看通 很多东西 你会把刚才呢 在家里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呢 一会就忘记了 你或者到市场上去逛一圈 到商店里去走一走 那你也会把刚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呢 也会慢慢的就忘记了 这就是为什么台长跟大家经常讲的 我们要境界越高越能看得穿 那么什么叫境界高呢 比方说你走路也好 那你在山脚下你看到都是人 当你呢走到一个坡上了 山坡上了 你看到下面的人就越来越小了 那么你等到走到山顶上的时候 你连人都看不见 那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为什么站得高才能想得远呢 因为我们不去看很多烦恼的事情 因为烦恼都在下面 所以就是你因为想不开 所以烦恼这些执着就是在下面 就有如你在家里啊 在人间呢就会很多烦恼 当你走到一个高境界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这些烦恼 所以呢我们学佛呢 实际上真的要理解 如果我们有时候 很多的法门里面讲到 一口气上不来 其实这个人生命就结束了 实际上快乐也是个念头 很多的法门讲到 一个人每天睡一觉 就等于每天死一次 为什么 因为等到他哪一天 醒不过来了 他可能就走了 所以这就叫道理 因为我们不要念头做差 我们不要做出愚蠢的事情 因为我们一辈子已经做出太多愚蠢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 我们要懂得我们的生命像一朵莲花一样 我们要使这朵莲花要开花结果 我们要经过的洗涤和灌溉 我们要懂得一朵花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才会越来越好 要干净的空气 要用水 而且呢 要柔弱 我们呢 不要被外面的这种摧残 被这种野风啊 磨啊 给它摧残 所以我们这朵花才会开得好 这就是我们一个人要懂得 我们要爱弃这朵花 这朵莲花在我们心中才会越开越好 所以一个人不经过磨练 不经过吃苦 他是永远学不到真正的佛法的 只有吃过苦的人 才会有悟性 因为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逸的环境当中 我们不会想到要好好修行的 因为人生啊 就是一点折磨和磨难 实际上可以锻炼你的意志 和你的识别那种磨合佛的一种能力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要懂得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我们学什么东西都会变 比方说我们今天心情好了 哎呀 很感动流泪了 哎呀 菩萨你对我太好了 过几天呢 心情又不好了 又不流泪了 又不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再过几天呢 人呢 又变坏了 为什么 还要怪社会环境 哎呀 都是因为他呀 都是他不好呀 实际上要想到 我们 要懂得 啊 那个 学佛 修行 要吃苦 吃苦就是消灭障 我们要经常 要想到 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 救我们 他吃了多少苦 啊 每一位菩萨 为了救度我们众生 他们吃了多少苦 所以吃苦就是消灭障 我们 要在苦的时候 看到光明 啊 我们能够在苦中 得到 欢乐 那才是真正的 啊 能够学到佛 实际上 欢乐 啊 里边也包含着 一种苦 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 讲的人间 啊 你乐极 就会生悲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因为我们身上 会有很多的缺点 和毛病 这些缺点和毛病 就是让我们怎么样 能够来克服 那么我们的毛病 应该怎么样呢 那么人间 如果有大智慧的人 就是最聪明的人 实际上就是会知道 自己本身有缺点的人 而这些知道 本身有缺点的人 实际上 他才是最聪明的人 所以一个人 不承认错误缺点的人 实际上 他是一个很傻的人 真正聪明的人 他是善于 自己改正自己缺点 改正自己毛病的人 所以 那么我们 不要掩盖 自己身上的毛病 我们要把自己的毛病 自己给自己揭发出来 就像我们很多老年人 经常跟台长讲 陆台长啊 我的毛病啊 就是啊 我不争悉啊 哎呀 我的老头子 在世的时候 我不争悉啊 现在走了 我难过啊 实际上这些都是他知道自己的毛病的 这样的话呢 他才能进步 他才能越来越修越好 这就叫道理 什么叫道理 道理 就是能够明白 事理的人 才叫道理 就是说人的 人的智慧啊 如果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呢 要洞悉啊 本身的缺点 就是要知道自己有缺点的人 这个人才能有智慧 啊 因为 有了 知道自己毛病啊 你才能改正啊 所以就是说 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缺点的话 你怎么来改正自己的毛病呢 所以 很多事情都是靠着自身的理解和开悟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要心地安详啊 我们要知足常乐呀 我们已经有 得到很多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更多呢 我们已经有一些了 我们还要 为什么要更多些呢 我们心中平静安宁 已经是很好了 因为我们才不会生恶病啊 如果我们有不满 怀疑 抱怨 那么我们一定会生病的 所以我们要顺应自然的心态 哎呀 叫随意而安啊 今天能够这样 哎呀 也可以了 今天明天这样 哎呀 很好 很好 哎呀 只要自己身体上没有毛病 很好 很好 可以了 安详的精神境界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豁达 要开朗啊 要淡薄 名利啊 我们把什么东西都看得淡一点 我们心中就会经常升起喜悦和满足啊 因为我们就是看不穿哪 我们今天好了还想好啊 我们钱多了还要多 我们自己满脑子都是要好了还要好 这么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安详 就像一个有钱的人 他永远没钱 为什么 他赚来的钱他永远投资出去 所以他永远是没有钱 你想想看他哪一天能有钱 因为他赚了点钱他就投资了 他赚了钱他又用出去了 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一样 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心底安详 如果你真的能够平安 祥和 你没有三毒的烦恼 你就是心底安详 你心底安详的快乐 比世界上一切财物的价值都要高啊 只有心底安详的人 才会得到真正的财物 这个价值才有用 那是什么 那就是你心灵的价值 心灵的价值 能够克服你身上的贪欲啊 能够克服你心中的称恨啊 能够忘掉你的愚昧啊 能够去除你的傲慢啊 能够解答你的疑惑啊 能够清除你的邪见 所以我们因为有太多的愚昧了 傻得不得了 今天上午有一个女孩子打电话给我 就是说他把钱借给了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呢已经到韩国去做生意了 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给他 也不联系他了 他还天天的在想他 还想等他的钱还给他 而且呢还要说他能不能跟他好起来 你们大家现在听台长讲 你们马上就知道 这个女孩子还能等到这个男的 因为等不到 因为没有 这就是真的没有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要寻找一种心地安详 就是不要去我们有邪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贪 我们心地就比较安详 所以一个有慈悲心 有心诚的人 那么他就比较心地安详 他拜佛 他心里也安详 因为我们人呢 有时候呢 就是说自己去寻找苦恼 寻找烦恼 就是明明这件事情啊 我们平时会很安喻的 这个事情啊 就这样了啊 大家活得挺开心的 就可以了 为什么 哎呦 一听到人家说 哎呀 这个人家里啊 有什么了 好了 你开始烦恼来了 哎呀 这个孩子怎么样 哎呀 你又有烦恼了 哎呀 这个人讲了你句坏话了 你烦恼又来了 实际上你们想想看 一个人如果境界高 人家说几句坏话 能算什么呢 我们做人有智慧 怎么又能什么呢 所以真正的 要淡化自己 把自己看得淡一点 我没有什么 我什么都无所谓的 我这个人活在世界上 我只要在八十天中 多种下慈悲心 我对人家好了 我就很开心了 这样的话呢 开花结果的时候呢 善缘就到了 所以菩萨经常讲 我们只要能够了解 有灵性 我们就能够明白 什么叫光明 我们只要知道有黑暗 我们一定能够寻找到光明 因为我们过去 不知道有黑暗 所以我们不知道有光明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要藏身欢喜心啊 要用智慧战胜自己的烦恼 要战胜自己的不开心啊 我今天不开心了 我就要开心 我今天自己有困难了 我就不怕困难 我今天心情不好了 我就要改变让他开心 让他心情好 所以长生欢喜心啊 这样的话呢 要长生比下有余的欢喜心 就是经常想到 我比上不足 我比下有余啊 很多人看看非洲那些孩子 水都没喝啊 满头都是苍蝇啊 看看还有多少人 在灾难当中死去 想想我们要是生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 我们每天都怕得没有命 我们今天能够活着 能够身体上不生病 我们能够一团和气 我们就应该欢喜 我们为什么还要贪呢 为什么还要麻烦自己 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刚刚平静下来的心 又铸造一个不好的缘分呢 这样的话 你不是又让自己有烦恼了吗 所以真正聪明的人 是用思维来控制你的灵魂 你这样就不会犯错误 就是说我的行为 我的感官 我的感觉 让我得到不安宁了 让我觉得不满意了 但是我一定能够明白 怎么样能够更好的 来让这些感官 受到我的思维的控制 来明白 我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 而我更应该 好好的学佛修行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这才是我们应该懂得 人生欢喜喜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不要烦恼啊 你们如果烦恼的话 你们对人就不和海了 你们就会对人发脾气了 你们一不开心的话 你们的智慧也没了 你们看着边上的人就会讨厌了 你们的真正心就会出来了 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要烦恼 而且当你烦恼不开心的时候 你的善行和修养就化为灰烬了 善行和灰化为灰烬之后 实际上给你带来更多的烦恼和不安宁了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不开心 你跟一个朋友 人家跟你开开心心讲话 你冲着他几句话 冲着人家了 讲人家不开心了 接下来人家再讲你几句不开心 你不是在原来不开心的程度上 又给自己增加烦恼吗 然后你心里又会觉得过于不去 你会不安宁啊 所以不要身无名火呀 因为经常身无名火的人会损功累得呀 所以菩萨经常跟我们讲 一念称心起呀 百万丈门开呀 一个人一发脾气呀 很多的灭障 很多的障碍 像一百万扇门一样给你开了 很多人在想不开发脾气的时候 觉得怎么样的不如意呀 这就是我们的毛病啊 所以台长需要大家看出这个世界的真谛 就是说我们到这个人间是来旅游的 是来走走的 我们要看到心静了 要看到自己真正的心了 我们才能静了 我们魂魄才能定了 我们相信世界上要好人多 我们才会活得有意义呀 如果你觉得世界上都是坏人多 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觉得没有意义了 那么给你带来了无限的忧伤和悲痛 那你活在世界上就更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 相信好人多 我们就有一颗自然的心态 我们的心态就会好 我们就会得到更多人的帮助 我们自己也不会烦恼 所以我要让我们的信众 让我们的佛友们一定要懂得抛开我呀 因为我是偏见最多的人 因为有了我才会有更多的偏见 我们只能把偏见撇开 我们才能从众多的法中找到正法 我们才能真正的心中干净 心定了 我们的道行才能生出啊 很多人说心定则道生啊 就是心要定下来 这个法门才会在你心中出来啊 只有心定了 你才能觉悟啊 只有心定了 你才能悟出道理啊 你才能悟出真理佛法呀 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地修 而且学佛修心那是个长期的 经常很多人问我一句话 说到啊 卢台长啊 那么我们念小房子 能念到什么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的念上太重了 所以我们的小房子可能一直要念下去 因为我们的小房子念了之后啊 我们能够消除虐葬 我们还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 我们还能超越六道轮回到四圣道啊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 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好的啊 这种本身的磁场 让我们能够把光明经常照亮自己的心中啊 这样的话 大家就会开心啊 为什么光明照亮心中 人会得到快乐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心灵才能点亮啊 我们的心中有光明了 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得出谁好谁坏 我们才能明白这个世界真正的含义啊 所以台长希望大家能够借新年 这个新年当之际啊 能够转变自己的理念 彻底的放下自己 我真的要好 我真的要改正自己毛病 我真的要彻底的改变自己 我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混下去了 这样的话 我真的是三等人啊 是等吃 等睡 等死啊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命 我们要让人间活的就像人一样 我们要在人间活的像菩萨一样 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好 我们才会越来越精进努力 我们才会越来越像菩萨 我们好的气场跟菩萨越来越接近了 我们才能得到菩萨的加持啊 这是最重要 也是最要大家理解的 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说 当一个人拜拜佛 学学佛的时候 不懂得佛法 不懂得念经的时候 相当于一个人站在电线杆子上 晚上站在电线杆子上 他虽然能够看到一些光明 但是他一离开电线杆子的灯光 他又变成黑暗了 而当自己念经学佛的时候 而当自己在学佛念经的时候 他就相当于一个心啊 心里啊 他等于照亮了一盏明灯 而这盏灯就相当于 你在心中本来就有的 手电筒啊 像一个啊 这个蜡烛灯一样的 你得走到哪里就亮到哪里 那才是你真正需要明白的佛灯啊 所以大家要把心中的灯点亮 那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啊 观世音菩萨 我们也无愧于我们自己所修 对自己的功德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修 好好学 我希望希望大家一定要抛开明和立 一定要干净的跟着观世音菩萨 大家都已经看见了啊 一个跟着台长学法门的一个老人家 已经啊 好像也是山东附近的 是已经上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过去我们每个人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 但真正的上去有几个呢 现在我们有了这条路了 我们有了观世音菩萨 有了阿弥陀佛 我们心中要常念到他们 我们心中要好好地修 我们只有好好地修 我们才能真正的进步 才能从精神上得到解脱 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在人间就像一个菩萨 我们一定就能到菩萨的地方去 如果我们活在人间不像菩萨 我们就到不了天上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好的学习 开始就开到这里 啊